家人们谁懂啊 半个月没回家 一开门 三双眼睛望着我 大眼对小眼 放周末嘛 然后半个月多月没回家 然后晚上准备睡觉的时候 一打开门 三个小毛头鹰 就这么把我望着 我也很尴尬 我们那儿 有一个工程的管道 没有封 但是大毛头鹰进来 然后把他们带进来 或者就在里面浮华出来的吧 可能这个空间 他觉得比较安全嘛 可能也比较暖和 后面我们就把他放出去了嘛 然后还有两只没走 我就把他放在边上 一直等着他 大毛头鹰回来 他们两个接走